近期呢,像大部分人如果都感染了这两个毒株,就是BA5.2和BF7以后呢,它在短期内会产生了针对XBB系列变运株的交叉保护的抗体。 那么短期内呢,对XBB系列变运株呢,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 个别人呢,它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会持续6月左右,所以说呢,这个现阶段,XBB呢,是不会造成我们本土的大规模的这个流行。